面對中國氣球事件 美國總統拜登態度強硬 只不過他即將舉行上任後 第二場國情諮問演說 能不能持續連任 卻飽受質疑 比起去年都是自己人 今年的演說 除了副總統賀錦麗 眾議院議長換成共和黨的麥卡錫 民主黨不再完全掌握國會 包含經濟等政策向必備受考驗 更傳出恐怕自己人都不看好 拜登能夠連任 根據外媒報導 目前只有37%的民主黨人 希望拜登尋求連任 遠低於去年其中大選前的52% 其中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年齡 現年高齡80歲的拜登 不是演說大忘詞 就是出現詭異的動作定格畫面 或是講話憑咳嗽 各種老胎健康狀況受到關注 是否能夠重振執政信心想必成為拜登總統生涯第二場國情資文演說的一大看點 三立新聞重還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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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